大家好 这个徐州拐卖妇女这个案子震惊全国 那么震惊之余呢 其实也引发一个思考 就是为什么在徐州这种地方会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 的确值得我们重新来审视徐州 甚至包括徐州在内的整个淮北地区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 淮北地区从南宋以来一直都是被牺牲的一块地区 那咱今儿就来聊聊淮北这块地方 是怎么被古代王朝一步一步折腾烂的 在讲淮北之前 咱们先得明确一个概念 淮北包括哪些地方 咱们今天说的淮北应该包括山东的西南部 河南的东部 安徽的北部和江苏的北部 位于黄河北面这么一块地 统称为淮北 隋唐以前这块地方算得上一块很不错的地方 接连南北交通往来便捷 受往来商骨之力颇多 淮北最大的问题起于隋唐开凿大运河 大运河是带来了繁荣 但同时也要付代价 除了咱们经常提到隋阳帝开大运河 蒸发了几十万民夫 累死无数惹的天怒人怨 最后把自己都搭了进去 但是呢 这只是开凿维持大运河也需要代价 其中最大的一项就是黄河水患问题 大运河连接南北水系 黄河一旦发水 洪水就会沿着大运河蔓延到整个淮北地区 但至少隋唐时期国力尚可 修建了各种堤坝 下了本钱治水 一直到北宋 由于定都开封 高度依赖曹运 所以呢 淮北成了核心地带 一度非常兴盛 经历完这段巅峰期之后 淮北就开始了几百上千年的苦难之路 淮北由胜转衰的关键起于宋金之争 这儿呢 咱们要提到一个关键性人物 就是宋将杜冲 这个人作为将领名声很差 被人评价人有志而无才 好名而无实 交金自用而得声誉 意思呢 就是眼高手低 一天到晚呢 就想着自己那点名声 但是随着大将宗泽去世 南宋宇金战事吃紧 就算是杜冲这号人物 也得以重用 负责镇守北京大名府 这个北京呢 和现在的北京啊 不一样 位于现在河北邯郸市的大名县 金军第二次进攻 派完颜宗旺帅东陆军进攻大名府 这下呢 自称运筹帷幄的杜冲慌了 不敢和金军硬碰硬 带着人就开始跑 不禁跑 还下令掘开黄河大堤 引黄河水阻挡金军追兵 结果金军没挡住 反倒是洪水 直接把淮北一带毁的是七七八八 淹死的百姓就有几十万之多 而饥荒与瘟疫死的更是数倍于死 一度繁华的淮北地区就此毁于一带 但是呢 杜冲对于淮北的祸害远远不仅于此 他同时抛弃了反金起义的河北一带 使得宋呢完全丧失了最河北的控制权 而紧邻着的淮北就成了南宋跟金的冲突区 两国上百年兵乱 基本上都在淮北一带几经一首 连年兵荒马乱 使得这一带民不聊生 等到元灭金灭南宋的时候 淮北已经从北宋的繁荣彻底变成一块荒利 因为控制权不断一手 没人顾得上治水 这使得淮北经济与社会从南宋开始再无中兴之 等到元开始管理淮北的时候啊 淮北被洪水和兵荒搅得一团马乱 元朝皇帝一瞅这都这么烂了 也就更不愿意管这块地儿 明朝也是如此 一直不肯上心治理淮北水患 有时候洪水发大了才会拨款治水 而且治水的目的不是为了民 而是为了保护明王朝在晚北的祖陵 不被湖水冲 明朝水专家潘继逊就曾在上书中直言 祖陵水患为第一 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 也就是说呢 淮北治水最重要的是保护明朝的祖陵 其次呢是保护曹运不受阻碍 民生是最后才考虑的 连潘继逊都这么想 那其他人都更不应说了 潘继逊提出修高家宴 以树水冲沙 表面上看一时能稳定黄淮水患 实际上是要把水患引到四周 也就是现在安徽江苏交界这一带 等到清朝康熙年间 十五年四周城六次被淹 地方官无奈 最终只能放弃整座城池 频繁的洪水给淮北大原恶劣影响 除了淹死人 还会让土壤严简化 不再适合耕种 这对于依靠农耕的古代社会而言 简直就是致命的 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 有相当一部分无法再耕种 而仅有的一些耕地被富户把持 没地怎么办呢 只能落草为寇 在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为了防类无寇 这些富户往往屯兵自保 时间长了就成了地方豪强 屯兵的目的不再是自保 各方豪强之间开始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互相打成一团 像这个原末农民起义 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人在打 朱元璋是哪儿啊 晚北的凤阳 也就是淮北这一嘎的 早在他起事之前凤阳已经是个穷困潦倒的地方 其中原因除了原末的横征暴脸 还要加上这么一条 除了耕地和流寇 淮北还有一项产业 盐业 这也是淮北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导火索 早在晚唐 淮北的私盐就已经成了规模 晚唐最出名的最大的私盐贩子 写出满城近代黄金甲的黄巢 就是淮北出身 从少年时代便组织五中盐帮对抗官府 后来一路做大 甚至打进长安 唐以后 宋元明清几朝 随着农业衰落 淮北地区开始以盐业作为主业 但是制盐没有让淮北富起来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古代的食盐专营 除了极少数和官府有往来的大盐商 大部分食盐贸易都是非法的 这就导致淮北的盐业 跟现在南北制毒业一样 制盐的人捞不到什么好处 也就是靠制盐勉强活着 动不动就惹来杀身之祸 反倒是卖私盐的贩子 赚了盆满钵满 靠着卖盐赚的钱 甭管是私盐贩子还是盐商 第一选择往往都是脱离贫瘠混乱的淮北 举家定居富裕的淮南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扬州 苏州 南京一带 正所谓上有天堂 下有苏航 其实苏航一带之所以能够发达 除了海外贸易和淮北的盐业离不开关系 只不过一条淮河往南是天堂 往北就是地狱 留下来的不是挣扎在温饱县上的底层百姓 就是琢磨着扩大自己地盘的富户和私盐贩子 纵观淮北衰落的历史 咱们就能发现 淮北从大运河开扫以来 就是作为代价被持续消耗的 无论是渡冲决堤放水 还是潘济讯治水 还有南宋以来历朝历代的经营管理 无一不是把淮北当成代价 受益的是淮南甚至整个朝廷 淮北就成了所谓盛世的牺牲品 也难怪 马军亚先生在研究淮北生态变迁的时候 会给书起名被牺牲的局部 比起个人的悲剧 淮北的悲剧更像是历史的悲剧 大一统盛世之下的代价 好了 关于淮北的历史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